接着第二名人质也被带到门前 这次是一个和丽娅差不多大的小女孩 卡伊终于忍不住了 立即打开门 冲出去直接咬断劫匪头目的脖子 接着又疯狂朝着其他劫匪冲去 此时的卡伊假发已经掉落 张牙无爪的模样恐怖至极 劫匪们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吓得纷纷四散逃走 卡伊没有继续追击 此时的他虽然残暴 但也没失去理智 连忙用一把匕首插进了 刚刚被咬的劫匪心脏 他非常担心吸血鬼病毒传播开来 之前开枪射杀卡伊的黄发劫匪 稍微平复之后 便来到他的座位上打开行李 在里面找到一本日记本 再联想到卡伊此前的行为 也终于认清了他是吸血鬼的事实 同时他也迅速找到了 对付吸血鬼的办法 黄发哥很快就带着同伴们卷土重来 这次他们准备十分充分 卡伊被克制的死死的 毫无悬念地失去了反抗能力 而黄发哥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只见他掏出一个注射器 从卡伊身上抽出一管血来 将注射器收好后 才举起坚韧的力气 准备将他杀死 好在丽雅急事出现 他此前在地上捡到了头目遗落的手枪 黄发哥见了假装投降 且不动声色地慢慢靠近 接着迅速朝着丽雅扑去 不过小男孩喊应也不慢 迅速扣动扮机 打斗舟不小心射穿了飞机玻璃 现场因为缺氧的缘故 迅速混乱起来 黄发哥见状连忙跑得不见身影 待卡伊逐渐恢复后 将丽雅通付给这位好心的乘客莱姆 便转身离开了 好在莱姆见到卡伊的奇怪样貌 也只是惊叉了一会儿就恢复了平静 他此前在机场时就认识了这对母子 还对聪明的丽雅赞不绝口 卡伊此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那就是去寻找取走自己血液的黄发哥 他非常担心吸血鬼病毒 因为自己而扩散出去 卡伊很快就发现 黄发哥正躲在货舱中的一辆豪华汽车里 可惜车窗坚硬无比 连子弹都射不穿 卡伊见状并未放弃 抽出一根钢筋对着玻璃 一次又一次地猛扎着 终于凿出一个小洞 可即使这样也无法伤害到对方 黄发哥见状十分开心 甚至还当着卡伊的面 将抽取到的血液注射到自己体内 随即血液开始生效 黄发哥痛苦地全身颤抖起来 卡伊此时终于想到办法 找出一瓶高度烈酒 顺着玻璃动眼全部灌进了汽车里 接着热了一把火进去 黄发哥立马发出痛苦的残骄神 此时飞机已经被赶到的飞行员 降低到一定高度 乘客们也不用继续带氧气罩了 可劫匪们也很快发现 货舱的失火警报 随即立刻启动消防系统将大火熄灭 接着飞快朝着货舱跑去 此时的卡伊也是虚弱无比 这倒仅凭自己无法战胜赶过来的劫匪 虽然心有不甘 也只能暂时撤离这里